端午节过后夏天就要来了 这也意味着台风季节即将降临 为了降低风雨所造成的灾害 民众一定要先做好防台措施 像是谨慎选购门窗材质 还有平常要定期检查铝门窗 才能够减少台风对家园的影响 尤其台风夹带的大量雨水 常常会从窗户缝隙渗透到屋子里头 来影响了室内装潢 为了避免雨水往内灌 民众在安装气密窗的时候 就要注意窗户设计上的水密性 还有气密性 另外由于强大的风力力 也会使得玻璃发出吵闹的噪音 所以民众最好挑选 具有高标准的抗风压的窗户 才能够防止风吹的时候 把玻璃给吹破了